一彎 公广集团 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审计学 上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 我们审计学的第九奖 第九奖讨论是 财务报告声明 重大性与查合风险 教材部分仍然参考 各位书上的第六章 也就是延续我们 第八奖所讨论的 今天这奖次的介绍重点 其实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所谓的查合风险工作 它的规划 它的执行 以及评估 最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查合结果的一个评估 首先我们来讨论到 第一个部分 就是查合风险工作的规划 执行以及评估 各位必须要了解 我们整个查合工作 事先要有规划 规划之后 规划主要是看 我们能够接受的 查合风险是什么的 在这种可以接受 查合风险之下 我们如何采用的 查合策略是如何 我们人员怎么去配置 至于对每个科目 每个科目 它能够忍受的 所谓风险 这等等 所谓重大性的标准之下 以及我们整个查合风险 整个要如何的去规划 如何的 是能够达到 我们可接受的学生 所以这是我们 整个查合工作的一个规划 那么整个查合工作 当然是针对查合风险 这个工作 它如何去规划 如何去执行 然后我们怎么评估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阶段 就是查合工作的一个规划 那个查合在规划 查合工作的时候 首先应该对它 所以接受的查合风险 以所谓重大性的标准 要做成所谓一个初步判断 所以初步判断 主要是在后面 可能会修正 以便在这个条件下 取得所谓 我们讲的足够 而且实切的一个查合证据 当然一个所谓 在规划的时候 接受查合证据 等等 那可是快些 在规划查合工作的时候 应该依照它的一个专业判断 定定一个适当的所谓水准 这个水准什么 就是水准的一个查合风险 那么这个水准应该第一次 到足以对财务保表 出具一个所谓适当的查意见 好 那这个整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 你能够所接受的查合风险是什么 在这个查合风险水准之下 那么你怎么样去收集 足够而实现的一个 所谓的证据 当然你在这个 可接受的查合风险水准里面 你当然要定出 所谓重大性标准 所以这在规划工作里面 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说 在规划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到 你的查合策略是什么 这查合策略可能我们在 下学期才会介绍到 什么叫查合策略 那如人员怎么配置 人员配置当然要考虑到 哪些人能查这个企业 还不是说我查制造业 要有懂得制造业的人查 查买卖也懂得制造买卖也能 那查金融业要查 懂得金融业 那金融业要有银行 有保险 保险有人寿保险 和所谓财联保险 这不同的 并不是说一个科技事务所的 所有查员 所有各行各业的了解 我想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此他要看人员怎么配置 所以刚刚刚讨论到 你在规划的时候 就要去规划你的查水准 可接受查准 然后定出你的重大性标准的 好 这个定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去执行 所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查工作的执行 那查工作执行 他主要是在订定 各个科目 或是他交易的查程序的时候 他可以将这个接受 可以接受的 重大性的标准的金额 分摊到所谓的各科目余额 或是各类的交易去 然后我们查员 依照查对各科目或交易 他所预期可能发生错语 予以分摊 也可以按照他主观判断 来进行分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能接受的一个 所谓查风险 我们定出一个重大标准 就是说大概我们讲的 我最能接受这么多 好比说接受错误的金额 我们打个比双 一百万 好这一百万你怎么分摊 就要看你各科目性质 有些性质 我们讲雇余风险比较高的 可能我分摊比较多 有些分摊比较少 好比约练现金 这风险比较高 所以我分摊金额比较高 比较高 它是一定能打到这个金额 我就可能还可以接受 那有些风险比较低的 那就可能分摊比较少一点 这是一个分摊概念 那分摊概念 你实际上这样做 也可以主观地去判断 我们整个的所谓的查误工作 很多是专业判断 专业判断 所以第二个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要这样 当然在这边执行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什么 对科目的水余额 或各类交易 分别要去考量 它的查误风险 来一定各科目余额 和各类交易的一个查误程序 可是问题在这边 我们对各科目余额 或等等交易地面 较低的查误风险的时候 那主要当然使得 会计师在查误工作完成时 能够得到一个较低的 整体查误风险 来对财务报表现一件 这是整个我们执行的面对问题 那问题就在这边 我们在执行查误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哪些有风险 我如何去分担 所以我想下面我们就要讨论到 这风险的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判断说 什么情况出来的话 这个案件 你可能就面对的 所谓的风险比较高 因此你定那个 所谓重要性标准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一下 哪些可能性 你发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第一个层次我们认为 当一个管理阶层 你要考虑到它的品德 它的能力 而有所疑虑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管理阶层的品德 能力有疑虑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哪些现象 哪些迹象 能够让你感觉有疑虑 第一个 管理阶层是由一个人 或少数人所把持 而且内部缺乏 所谓有效的监督机制 就它之前 他们虽然是这个少数人 假设少数人 现在有内部的牵制动作 机制也OK 他少数人把持 又没有牵制的 这个监督机制 那当然这有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迹象 就是公司的组织结构 很复杂 而且的复杂程度 显然不合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呢 第三个现象 就是对内部控制的重大缺失 没有这张理由 而且迟迟不加以改正 那这都是有问题的 第四个现象又告诉我们 主办的会计和财务人员 离职力偏高的话 那这个我们讲这家公司 实际上也很有问题 第五个会计部门 人手长期的严重不足 那这都是表示说 财务会计部门都有问题 那表示他财务报表完成 完成的这个时差 一定会缓慢 甚至根本没有完成 张三坐了三天就走 然后李世杰 李世杰还没有进入状况 又走了 所以你整个的 所谓财务工作没有完成 财务工作没有完成 你怎么去显示他的一个运作情形 所以这些现象出现的话 你都要注意 再来看 假如他经常更换会计师的话 经常更换会计师 这有问题 为什么要换会计师 现在我们国内上这个公司 假如换会计师 你要去像主管这样 要说明更换的理由 所以这个也不行 那最后一个现象出现的话 我们感觉他都有问题 哪个现象呢 就是说假如你的财务报表 你的所谓 营利税所的这个差额 就是我们讲税签 财签 还有资本的差额 不是由同一个会计师 事务所承办 可能你是同一个会计师 事务所 你是张会计师 是财签 理会计师是税签 丙会计师是资本财 这是可以接受的 假如不是同一个会计师务所 那就不行 那就不行 当然有些 因为我们现在联合会计师 有很多会计师 他就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像这种情形出现 都会有问题 那么对于这部分 我们先了解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再看看 有哪些迹象 让我们感觉 你的查核案件 容易发生错误和舞弊 我们来看看 第二种情形 就可能是 一个企业遭受不寻常的压力 当一个企业遭受不寻常压力的时候 就会去走向这舞弊的一个念头 哪些情形会遭受到 所以出现这个不寻常压力 第一个 当产业景气衰退 产业景气衰退的时候 他当然想办法 怎么样子去解决这问题 假设解决不了 他就想要做 说舞弊行情出来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行情是什么 因为你扩充太快 使得营运资金不足 就是没钱了 营运资金没有 没钱买原料 没钱买东西 你虽然设备有 但是都没有钱去买 它这个所谓材料 原材料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第三个 就是业绩欠价 那业绩欠价 尤其对一个上市会公司 业绩欠价的话 它要维持它的股价 维持它的股价 那大家当然就知道 它主要是想办法去 把它营收拉高 我想这一阵子 大家看到我们国内 很多电子业就 可能有这个业绩不佳的问题 业绩不佳的问题 它可能就会有这种趋势出来 并不一定 必然会有这些现象 只是让你知道 有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 你在查的时候特别注意 所以这造成它的压力 我们再看还有什么造成的压力 就是一个企业 它想维持一定的获利 维持的获利 就是维持一定的成长趋势的必要 那这个时候 它也可能会 会走那种不当的想法 一般好比像一个股票 一个公司 它准备想要把股票上市贵的话 它会有压力 因为上市贵前的话 它就是要想把业绩做好 同时它想要 或是合并 要并购比较公司 那并购比较公司 我们讲股票交换或是 并购价格问题 它当然就是会有这个 某种就作假的念头出来 好 还有哪些现象会造成这个它压力呢 就是大量投资于风险 很高的一个产品或行业 假设这个产品 它的踢得点快 这个新的产品很多 好比我们讲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 动不动就新的出来 那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产业界里面 就压力很大 所以各位看有关报纸的时候 现在世界很多 很多的国家厂 原来制造智慧型手机的 因为这压力太大 所以慢慢慢慢跟收山了 它没办法去跟它竞争 没办法竞争 所以最后列人到 最关键就是关门 这也是一种现象 再来 就是一个企业的经营 集中在单一或少数的产品 或是客户 那这就造成它的一个压力 假设你单一产品 那单一产品你当然就会 单一产品这个产品一发生的 所谓的不景气 你整个工资就款下去 所以为什么现在公司 越来越来越多 所谓多角化 国际化就这样子 你先要多角化 你产品就可以 不受到单一产品的 但忘记影响 A产品但G B产品也是忘记 所以整个企业 都还能维持下去 同样你产品 在集中不能集中 一个客户 不管是买料 是一个客户 或是销售业 这都不行 这都会造成你的压力的存在 压力存在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情形 那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不寻常的一个交易 不寻常就是哪些会有 不寻常交易的形象 让你感觉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期末发生对盈利 具有重大影响交易 就在期末的时候 出现你很多一个 我们讲调整分数 而调整分数影响到 不是借方是费用 贷方或是贷方叫收入 当然一般我们讲 就是说是贷方多半是收入 这样子盈利才会增加 这是一般我们讲的 讲好听 讲盈利管理 讲难听 就是操纵盈利 假如期末查的时候 发现有这类交易的话 那表示 这就是不寻常的交易 我们并表示 它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必须要深入查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就要注意的现象 那第二个就是说 重大的所谓关系人交易 重大的关系人交易 这是要注意 关系人不是不能交易 只不过他的交易 假如是有的话 你必须要查 尤其更重要的 它是有重大性关系 关系人交易的话 更加注意 所以我们在财快准转 公报里有关系人交易 是揭露 而不是关系人揭露 关系人每个企业都有关系人 假如他关系人 这个企业不做所谓交易 就没有关系交易揭露 就没有揭露的问题 所以对于重大关系交易 我们特别要注意 所以这个也都是 不寻常的一个交易 还有哪些是不寻常交易 就是你支付酬金 显然偏高或偏低 你付给律师公费 或是付给某个顾问费 或是代理商经金 为什么会比一般的学者 要高或低呢 那是显然里面是不是隐藏的 有隐情 与律师会很高 那是不是有一个某个案件 这中间牵涉到纠纷的问题 那假使败诉 那的赔偿金额会很高 这等等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其实这都是所谓不寻常的 一个快递交易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呢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难以获取足够失去的审计证据 怎么样使得你难以获取足够失去的审计证据呢 可能有几种现象 我们提到 第一个 证明交易的文件不当 我们讲说 收集审计证据 客观性证据就是这些文件 那这些文件本身就有问题 好比说缺乏适当的授权 凭证不足 创感凭证 那凭证本身的问题 该授权的人授权没签字 凭证该有的缺一个 好比说我们讲进货 我们一般讲要有订购单 要有发票 要有验收单 那当然有时候还要请购单 这四个单具备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进货才是一个真实的 那假使缺一都有问题的 请购单 订购单 或许不会缺 那假使发票没有 或验收单没有 那都有问题 有发票没有看验收单 那东西到底有没有收到 这当然有问题 甚至于严重到 有些篡改它的凭证 那当然问题更严重 所以这是第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第二个现象 就是会计处理不是的 好比说档案不齐全 账户的调整事项过多 没有依照正常程序来记录 或是总账名义上不符 那这都是我们会计处理 不恰当造成 它所表达的数据 当然有问题 所以这个你收集的证据 当然就不足够不实现 会计处理不是当 你刚刚讲的总账和分离账 民意义账不符合 那当然有问题 到底是哪个对 我们虽然报表编制根据总账 但是你跟民意义账就不符合 到底我们一定要调整清楚 所以这也是在会计处理上造成我们没法收集足够实现证据 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现象 好比韩正的回函不符情形很多 管理学生对查人员的询问 没办法说明他的或是理由不尽恰当 那这两个情形我们早会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回函的情形不符的很多 我回应回来都说 我本来写信息问你 你是不是欠我这么多钱 一百万回来说 没有我只欠你八算 像这种类似情形 我寄一百封之一 回来比例很高 大概有三四十封都认为 我跟你没有欠这么多 那就表示这个账有问题 不是他错就你错 当然中间会计有时差问题 这就比较简单可以调整 那假设真正有问题 中间有纠纷等等 那就表示你应收账和余额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 所以像这类的情形 我们都有必须注意 后面我在查的时候 我们查的证据里面 有所谓的查询 查询 我可以问你 这个承办人员 工作人员 我问你你讲的 讲的时候又不敢讲 知物其词的 或讲出来的理由 实在我根本不能接受 讲的理由根本显然不是理由 就是完全是瞎掰 硬拗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都表示说 这个的证据都有问题 你在查的时候 也就表示说 它为什么造成现象 就表示说 它的查核的报表 它编证的报表里就有问题 也就表示你查案件里面 所谓面临的一个查核风险 相对的就比较高 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去 所以我们在查核风险工作执行的时候 对这些容易发生错误 发生舞弊的这些现象 这些迹象 一旦发现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所以经过规划过程 当然经过执行过程 最后当然我们要去评估 整个查核风险工作 那对于如何评估 我想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做介绍 我们现在整个来看查核工作的评估 我们整个来评估它 因为查核院要应用你的专业判断 来考量影响到各科目余额 或者是各类交易的因素 来评估这个科目余额 或各类交易的 它的固有风险 不过我们查核院认为 在评估某个科目余额 或者是某类交易的固有风险 它所消耗的成本 大于所能节省的查核成本的时候 那这时候应该将我们固有风险 设定到一个最高的水准 那我们在做调查 也在评估某一个科目余额 或某类交易有关的内部控制的时候 也要当然应用我们的专业判断 来评估这个科目的余额 或这类的交易 它的一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控制风险 那最后对这个评估 我们讲评估查核人员 它所根据所发现内部控制缺失的 重要的程度 我们来采访做成 就是我们根据前面所讲的 那么假如查核人员 对于内部控制不信赖 那我们将这个科目或这类交易的控制风险 设定到所谓的最高的一个水准 好 这是整个查核工作的评估 它的意思大家了解到 就是它的评估时候 在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到 它的固有风险 它的控制风险 你经过查核之后 我们前面经过的执行工作之后 当发现到你的固有风险 你的空险是如何 然后你的所谓重要性标准 可能就会产生那个移动 产生调整 那这个时候你评估 当然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我们前面规划的 规划的是重要性标准 和你真正执行工作的重要性标准 或许中间就会落差 就会落差 所以在整个评估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出来 就是说怎么样结论呢 就是当你的所谓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越低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接受 增长风险就越高 就是你在执行查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到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比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低 那这时候当然 你在执行层面 你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接受 比较高的侦查风险 增长风险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观念 观念就是说 查人不得因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上线设立在缴地上线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你的所谓的风险非常非常低 非常低 而就不执行正式测试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在我们查核风险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执行面的时候 发现到固有风险也很低 控制风险也很低 表示它内部控制制度做得非常好 那这样子做得低的话 表示说我们再回想到 大家想到 我们上一讲讲到 查核风险是固有风险 乘以控制风险 乘以所谓的侦查风险 那这个前面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很低 那这个增长风险 所以接受比较高的 而增长风险最重要的一个测试 就是正式测试 可是我们这正式测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并不会因为我们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很低 我增长风险很高 所以我正式测试就可以少做 甚至于不做 那这不行的 这不行的 少做在某种程度上 或许可以 但是少做也不能少做到 我们会形成那个 所谓的抽样的问题 因为你抽样抽到不足 会形成很大的挣扎风险 因为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低 但是在抽样的时候 也会有问题 也会有问题 会产生所谓问题出来 所以我们刚才讲 看到一段就是说 不能因为你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低 我就不实施正式测试 这是不行的 正式测试一定要实施 固然我们整个 查核风险 前面的风险数很低 可是最后风险数 可以拉高一点 整个查核风险比较低 但是不能这样子 所以这是整个 我们查核风险工作 最为评估的一个结论 一个概念要注意 好 我们查核风险工作 经过规划 经过执行 评估完了之后 当然整个进行 可以讲是整个查核工作完了 整个工作完了 之后你当然要出去报告 你报告怎么样出去 适当查核报告呢 那就是这个讲是 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查核结果的评估 那查核结果是怎么评估呢 我想我们稍微先看一段 一个文字的说明 那这个文字主要是一个概念出来 首先我们看最上面说 查核人员执行各种的查程序 它目的在什么 目的在收集 也在累积查证据 累积查证据 但是在收集 在累积查证据的时候 查核人员可能因为 你执行原定的查程序 或从其他来源取得和预期 不同的查证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要修正原来的查核的程序 也就是在整个 我们查核的过程里面 当然你是在收集查证据 因为我们整个省纪准则公报 第一号公报就讲得很清楚 你要收集取得足够 以世界的查证据 而我们整个查工作 当然就是在收集查证据 可是在收集过程里面 因为执行的查工作 或者在从不同来源 所取得的这个证据 和你原来预期的是不一样 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要去修正你的查程序 你修正查程序 和预先规划的是不一样 你的目的在里面 目的就要收集 更加具有所谓证据力的 一个查程序 这才是我们对于 整个查工作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 我们修正我们查程序的时候 当然在执行很多 因此我们就要去 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修正 做一个判断呢 我想我们看下面的文字 那假如一个查证员 假设评估查到结果时 所采用的重大标准 低于规划时 所采用重大标准 这怎么办 这时候就要评估 你所执行的查程序 是不是充足 因为我们知道 重大标准低 相对发生错误的可能会高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我们要评估 他所执行的查程序 是不是足够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字的说明 一个查员评估 受查者财务保有 他是不是按照一般公认 会计原则 你那种表的时候 当然应该汇总 他财务保有 那些还没有更正错误 然后再考量他的金额 他的性质 是不是会造成 财务保有整体的 重大错误在这里 就是你因为错误 他没有更正 他没有更正的时候怎么办 没有更正 你就要看他这边没更正 这边没更正 汇总起来 是不是会影响了财务保有 那最后我们怎么办 最后人员 假如快选师 或有充分 直接的证据的时候 是显示 而显示出可能的错误 他汇总数对财务保有 造成重大错误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这要要求管理阶层 要采用 这个适当的一个快递准则 或是你要调整 或是要更正 你记录 否则的话 我就要出具所谓保留 或是否定 也查报告 那这一次 我们整个查到结果 我们要出报告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个评估结果 就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要修正 发觉一个问题要修正 修正完之后 发觉另外一个现象 要求管理阶层 要修正他的报表 不管是修正 或是怎么样子 要做更多 否则的话 我就出所谓保留件 甚至于否定也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 查风险工作的一个规划 执行 或者是 还有我们的评估 实际上这也是 整个查工作的一个过程 一个整个的 一个大原则的过程 那么这个讲词 我想我们介绍到这边 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就介绍 这个讲词的一个重要观念 这个讲词的重要观念 是告诉我们一个 查工作应该有高度的 职业敏感度 做一个查合工作者 从事一个查合工作的人 你必须要有所谓 高度的职业敏感度 就是你要随时 要能够发现到 要能够警觉到 或者是嗅的嗅觉到 这个案件 它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过 哪些迹象会告诉你 这家公司 这个企业 可能会容易发生错误 会发生舞弊 我们举出这例子 当然我们好像 53号公报也有 43号公报 有提出很多很多迹象 告诉我们 我想这个各位可以 上会计师研究发展机会 他网站去下载 那些相关的公报 来看哪些迹象容易发生 出现是舞弊 这等等情形 那这个我们查合工作者 当然就要具备 这些所谓职业的敏感度 不仅是职业敏感度 我们想要高度的 那这样子你的查合 才会降低的查合风险 那这样的话 我整个事务所 才不会牵涉到 所谓的法律纠纷案子 那这是我们 这个讲词的重要观点 我想今天这个讲词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